第四個 第四個我獲得的就是我的自我介紹PPT 第四個就是我獲得了一個我自我介紹的PPT 因為有人就是要要求你要教一個PPT 那我就真的認真生了一個PPT 所以我之後想要跟別人介紹我是誰 我就可以給他看我的PPT 看起來是比較專業 然後我可以講得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內容我都已經編排好 一頁一頁一頁順序都已經安排好了 比較可以好好的跟他慢慢的分享我到底是誰 這樣子我覺得是還不錯啦 第四個我獲得 第四個我獲得就是我的自我介紹PPT 因為有一間企業他就是要求要上台報告你的PPT 然後自我介紹還有一些詳細的東西 那因為這個上台 那我發現了 其實我這樣平常在做Youtube 其實我上台台風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你可以就是啊這樣子講 這樣子講很順啦 那其他人就講一大堆廢話 可能就是因為沒有這樣子 算對大家或是很多人對話經驗 所以就是看起來就很緊張 第四個我獲得 第四個我獲得就是我的自我介紹PPT 因為有一個企業他就是要叫你做一個PPT 然後上台報告給老闆聽這樣子 然後介紹你是誰啊 然後你會做什麼東西啊 詳細的一個報告 那我覺得報告這個東西呢 就是看個人風格啦 因為你做這樣子可能符合他 但是不符合你 那你也沒有用 還有你的報告的流暢性 像是我這樣子做Youtube影片 我就可以一直瞎啦 噼哩亂講 然後亂講一通 就是我可以看著簡報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一直講一直講 其實還蠻輕鬆的 那也不會說很緊張這樣子 所以還蠻好的 就是平常也有在訓練 所以看起來很棒 第四個我獲得就是我自我介紹PPT 因為我的 第四個我獲得就是我自我介紹PPT 因為有一間企業他就是要我的自我介紹PPT 然後還要上台報告給老闆聽這樣子 所以就是PPT設計我完成了 那每一個人的設計也都不同啦 那就是盡可能要跟下面有互動 那每一個人設計的感覺也不太一樣 可能符合我 但不可能都符合所有的人 就是你有自己個人特色 你就要把它放到你的PPT裡面 那你上台報告 其實因為我這樣子做Youtube 我也就很輕鬆啦 我就可以這樣瞎七八 這樣亂講一通 然後就很簡單的 就可以把我的PPT這樣子報告完 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其他人可能就是設計師 比較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們可能就是比較 害羞嗎 或者是他們平常沒有什麼這樣提案啊 或者是這樣報告的經驗 他們就會比較緊張 或者是有人就是在那裡講一大堆廢話 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完全有沒有重點的PPT這樣 我覺得我是做得還OK的啦 那至少那個老闆有給我offer 但是 第四個就是我獲得了一個自我介紹的PPT 那我覺得自我介紹PPT還不錯啦 就是你完全的有順序有條理的 你可以介紹你自己 讓大家更深入知道你是誰 而不是就是你直接憑空跟他們別人溝通 說我是誰 然後我做怎麼樣 我做很厲害這樣子 他們其實講完前面 講完後面 前面就忘了 就比較困難啦 那有圖文 這樣報告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我台風看起來也還蠻OK的 因為我這樣做Youtube就是一直對著鏡頭講話 那其實看著PPT也類似啦 就是我可以看著PPT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把它講完了 輕輕鬆鬆 那我覺得效果是還不錯啦 感謝有這個Youtube平台 讓我平常練習這樣 一直對著鏡頭講話 咱們的音樂 就這樣 走到後面 我剛才會有嘴巴